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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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事情这样 你要无碍 无碍 就是I don't care 不要去管 什么事都没有 你无这个心嘛 没有这个心 你看到那两个 没什么啊 不过是一张皮 一个肉 就算那个肉有点不同 就算那个肉上面还长着分泥 什么叫分泥 台湾话 分泥 你知道吗 知道吗 汤圆啊 就像肉上面长了两个汤圆 就算那里的肉不同 就算那一张皮不一样 但是事实上还是皮跟肉啊 跟汤圆的组合啊 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样啊 你就无心嘛 无心你就无对了 无心你就无矮了 你I don't care 你什么都不管 这是佛教你的 佛教你的 佛教你的 无心 所以 这个经典里面有写 无论你怎么供养 你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 无心道人 无论你供养的功德再怎么大 产生无边光 产生燕王光 十二道光明全部产生出来 重点在你一个一个无心 因为你一无心 你身体也不要去管它 心灵也不要去管它 智慧也不要去管它 禅定也不要去管它 因为全部在无心里面了 禅定 智慧 慈戒 布施 精进 忍悟 全部在无心里面 全部在这个无心里面 你能够无心的去处理世间的一切事情 你就是佛陀 一个很很高 就是一个很 跟道能够合一的一个人 跟道合一的人 所以佛曾经讲过 什么最大 一道合则大 我只要跟道合一就是最大 什么能够一道合一 你无心就能够一道合一 你从来不知道的 当你禅定到无心的时候 所有宇宙的一切的力量光明智慧 全部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道家也是一样 你不要讲佛教 道家也是一样 道家你 无法就是法 我没有什么法 但是我的法 法力非常的高 你法力再怎么高 都是有一个限度的 都是有限度的 人外有人啊 天外有天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墙中更有墙中手 一山还有一山高 当你化为无心的时候啊 所有宇宙的光明 十二道光 全部在你身上显现了 这个在道家称为先天气 先天气 就是属于先天的气 那么在佛教里面 在密教里面讲起来 它也叫做智慧气 也就叫做无边光 无对光 无矮光 全部在你身上 那些光明就普照 你能够把所有的心 能够止掉 一切想念能够止掉的话 空了一切就是无心道人 这个叫做扯切 就是立断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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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灾伏 很准备 有没有 力尽 我们的试様 感谢观看